勇哥,今天是2020年12月20日 文字11月25日 勇哥不幸在温哥华遇难 小弟呢,今天特意祭典勇哥你一下 七天嘛,中国人的逝去的人头七 小弟也没有什么丰盛的东西 小弟敬你一杯酒吧 兄弟,我贱物诗人 勇哥 你的给我留下的这些 画 要么 真的 很香 你的画 确实是很抽象 大家都看不太懂 也是表现出了 中国大陆跟一些阴暗面 人的求生欲望 今天 小弟 敬你一杯酒 威士忌 苏格兰 威士忌 你都不幸于难 怎么说呢 我真没有想到 我们就是这样分开了 因为老师 永哥 小弟 我 保留了 你的头发 在泰国时 的小便 你把头发剪了 保存起来 这个是你从哈利法克斯来到多伦多的机票 21年4月25号飞到多伦多 勇哥 哎,不要,勇哥,这是你爱吃的牛肉 还记得吗,小弟,给你拿了 勇哥 贱物师兄啊,哥哥 你这一走,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做那些肮脏的事,很劣迹 这就是我们华人圈,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一个一个比一个恶劣,在诋毁你 我就不太明白了,一个逝去的人,有那么让你们那么诬陷吗 这就是华人圈,很劣的华人圈 但不是全部,只是那一小撮 哥哥 你没去过台湾,你向往台湾中华民国的自由与民主 你来到加拿大,加拿大收留了你,成为难民 你是特殊渠道,不用开庭就能拿到PR,永续权,难民通过 微乎其为 我们都记得 团结工会 虚假的团结工会 在冒充团结工会 在募捐 成立华友 智商委员会 反共基金 仇款 多么恶劣 我已经声明了团结工会 没有募捐 全权委托 温哥华商账 华永商账委员会 处理一切你身后的事宜 但是就是有一群傻貌 一群恶劣的人 在冒充团结工会 在募捐 还有 冒充的 这个 团结工会 竟然把图片发到你的家人那儿 家里的人不恐惧吗 不害怕吗 谁在操纵这件事 多么恶劣 哎呀 哥哥 这就是花音圈 我希望 将这些诋毁 你作恶 你作恶这些人 把他们的灵魂都收走 跟你一同奔向天堂 但是 你也可以宽恕他们 因为你用爱的行为 要宽恕他们 他们迷茫了 你活着的时候 再开导他们 你逝去了 你要把他们的灵魂带走 陪着你 勇哥 虽然 你走了 但团结工会还在 有我在 有我们兄弟在 我们当初就已经 说过 团结工会 华影不在了 还有第二个华影 啊 勇哥 虽然你 不明不白的 就这么走了 云南了 谁在操纵 谁在作恶 终会找到答案 终会找到结果 哥哥 邪恶的幽灵 在关注着我们 在关注你的家营 你在天堂的路上 将这些肮脏的 垃圾 他们灵魂全部收走 这才是你在天堂应该做的事 东北人 不惧怕 恐吓 威胁死亡 来吧 华影去了 还有兄弟们在 想来 过来 兄弟们 想念你 勇哥 这些肮脏的垃圾 真是 都说 娃影被瞧不起 被谁瞧不起 就是自己瞧不起自己 进来做那些肮脏的 勾兑 整治自己的同胞 骂自己的同胞 坑蒙拐骗 成为 CCP的打手 多么恶劣 希望勇哥 将他们 全部灵魂收走 勇哥 都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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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